人都喜爱自由 但圣经也提到另一种自由 是人都不会喜欢的 在耶利尼书34章 耶和华对以色列说 如今你们回转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个人向灵舍宣告自由 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在我面前立约 你们却又反悔 亵渎我的名 个人教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 勉强他们认为徒弟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灵舍宣告自由 看啊 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 饥荒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经文的背景是神吩咐以色列民 要在第七年还西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 不再叫他们做奴仆 众人都顺服了一下子 但过后又反悔 又勉强他们早前释放的奴仆 再做仆币 因此神便审判他们 说既然他们不顺服神 不给自己的弟兄和灵舍自由 那神就给他们另一样自由 就是让他们自由的被各种问题 高见 饥荒 瘟疫 摧残 这就是人所都不愿意经历的自由 从这里 我们会知道 人对神的顺从是要持续的 不然必有后果 有时我们也像以色列民一样 好像暂时悔改 顺服神了 但过后又反悔了 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神 所以神才收回他的保护 收回他对灾难的约束 以致灾祸就自由的可以蹂躏以色列民 这也是要提醒我们 不要因一次的顺服神就松懈下来 神更重视的是持续的顺从 其实比起外在顺从的动作更重要的 我们的内心要真心愿意悔改顺服 不然我们顺服一下子 心里一受试探时 很快又会回到之前的罪了 当然没有人能靠自己完美的顺服神 但如果我们的心是愿意的 起码我们会一直呼求神 在我们的软弱中帮助我们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享受神的恩典之余 也不能忽视要顺从祂的主权和吩咐 不然我们若一意孤行 神必会使我们面对一些后果 好让我们又能再次谦卑 悔改归向祂 在基督信仰里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与顺服的悖论 有些人会觉得自由与顺服似乎不相配 因为如果要顺服另一个人 而不能自己做主 就似乎感觉自由被限制了 但基督信仰所讲的自由 正是来自顺服神 做神奴仆的自由 而非虚服的自由 罗马书六章说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这里释放含着得自由的意思 但同时经文也说 我们得了摆脱罪的自由后 便做了义 也就是神的奴仆 所以我们的自由 是被神的恩典限制的 因为神爱我们 祂不会给我们 没有安全范围的自由 神知道罪只会伤害我们 所以祂给我们的自由 不包括放纵罪的自由 那么若不要体贴罪 自然就是要顺服义乐 所以我们必要顺服那公义的主 我们越顺从祂 罪在我们身上的力量 就会越弱 而基督福音的大能 也越来越可以在我们的生命 彰显出来 因此我们就越来越可以丢弃 有罪的思想 习惯 言语等等 而恢复蒙恩的言行举止 相反的 我们若不做神的奴仆 就同时会失去自由 又再被罪挟制了 所以神的奴仆 所拥有的自由 就是能顺服神的自由 圣经所教导的自由 从来都不是 能做人自己喜欢做的事的自由 乃是可以做自己该做的事之自由 在还未被基督拯救之前 我们人是罪的奴仆 完全无力胜过罪 也无法活出神在我们身上尊贵的旨意 但基督释放了我们后 我们便得了能以顺服神的自由 也就是说 内住在信徒里的圣灵 会给我们自由和能力 来活出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在基督里得自由了 就不要反悔 而再回去做奴仆 我们堕落的罪性 是叫我们很容易就像以色列民一样 经不起罪的诱惑和魔鬼的欺骗 而又反悔 偏离神 转而随从肉体 所以保罗劝勉信徒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巴父 可见 从此以后 你们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四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弟兄们 你们蒙昭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愿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愿了 因着基督的救赎 我们可以从罪的权势 和这世界的威胁 引诱 无用的小学等等 得自由 但愿我们珍惜这样蒙恩的自由 而不要因不顺从神 而遭受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自由 就是 自由与刀剑 饥荒 瘟疫之下 圣灵是非常乐意帮助我们的 我们只要多加依靠他 顺从他 就能长久享受 在基督里蒙恩的自由 愿神今天的话 警惕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